欢迎你回到郁静未来城市 接下来几则报道 我们要带你到美丽的苏格兰 第一站是艾雷岛 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 他曾经写过一本旅游书 叫做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他里头说的就是在艾雷岛上的经历 那么很靠近爱尔兰的艾雷岛 可以说是苏格兰威士忌的发源地 这个岛上只有人口三千两百人 但是呢他居然有八家的蒸馏酒厂 而且一年贡献给政府的税收 就高达数十亿台币 产值如此的高 也难怪岛上的人他们谈到 苏格兰明年要举行独立公投 他们都开玩笑的说 其实艾雷岛才应该要独立 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多年前造访艾雷岛后写下的游记小书 里头记录了他在岛上 长遍各种威士忌的滋味 这本书让威士忌迷对艾雷岛向往极了 这一天我们也搭上小艇 去探索那与世隔绝的岛屿 只是得先忍受一路上的狂逃举浪 位于苏格兰西南边的艾雷岛地处偏远 相传15世纪发明威士忌的爱尔兰人 是先将这针柳技术传到艾雷岛后才传到本岛 艾雷可说是Scottish Risky的发源地 今天岛上还有八家酒厂 我们从布纳哈佛登陆 布纳哈佛在苏格兰盖尔语中就是和之口的意思 为了方便运输 艾雷岛上的酒厂都是领海而建 针柳厂常年受到海风吹拂 酒艺中就透着奇异的海潮香 跟私有若武的鲜味 年产三四百万瓶威士忌的蒸柳厂 厂区扶宿 员工不过十多人 他们都是生长在这个岛上 很多从祖父母那一代就开始在这工作 领终参观的酒厂经理Andrew说 这里大部分的设备都是从19世纪沿用至今 每一家酒厂都有自己的蒸柳秘方 蒸柳器的形体也可以决定酒铁性格 像这四座高原而长 蒸溜出来的威士忌就特别的细腻甜静 踏入酒窖 吸一口气 浓郁酒香 有些醉人 每年会蒸发2%的酒益被称为是Angels Share 就是连天使也忍不住下凡品尝 每一家酒厂都吸一口气 每一家酒厂都吸一口气 也吸一口气 所以这里在 Bonnehaven 它吸一口气的温氧气 但是当它吸一口气 酒厂在这家酒厂的酒厂 慢慢地流动 所以越来越长的威士忌 越来越长的酒厂 越来越来越多的酒厂 你可以想象摆了四十年的酒有多珍惜 年年都得打开测量温度跟酒精浓度 是否维持在最佳的状态 爱雷岛的威士忌 还有个特色 就是浓厚的泥梅味道 岛上广大的草原下 都是这一种深色泥状的梅 是由沼泽植物残骸 经过万年分解而成的 将泥梅产笔直地插入泥梅田中 角度如果正确 挖出来的就会是长60公分 宽15公分的泥砖 古时候爱雷岛的居民 就是把泥梅当作燃料 用来取暖煮饭 也用来烘干发芽大麦 蒸溜出来的酒 才会有那浓浓的烟熏 类似点的独特风味 这个味道 再把它痛快地淋在生蚝上 是当地人最爱的吃法 为世界尽道 让生蚝的甜美更清晰了 爱雷岛的生蚝 因为有纯净的海域跟冰冷的海水 所以它特别的肥嫩柔滑 口感Q脆 配上也是海潮味的威士忌 美妙齐了 对了 按照春上春树的说法 生蚝搭配岛上不同酒厂的威士忌 滋味大不同 譬如Arbeck最野最粗犷 Balmore比较柔和温顺 而Burnal Haven则是飘着淡淡的花树香 来一趟爱雷岛实在是很不容易 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半天车程 在家两小时快艇 但是看到群山环绕的海湾 滋意盛开的燕黄野花还有鲜鲜的海风 也难怪村上春树会认为 离开了爱雷 连威士忌喝起来都不一样了